这总算有我的一份红了 太子嫔 这可是我要献给皇后娘娘的寿礼 你怎能 太子嫔 无材人到了 让她进来 太子嫔 小心啊 搓手笨脚的 太子嫔 你们在干什么呢 她喜欢昨日的柑橘香 我叫她调香呢 太子嫔 无怪 我是好心提醒您 殿下不喜欢太浓郁的香气 平日里女孩子吃粉香气香浓了点 她也是会不高兴的 可我喜欢呀 是为东宫嫔妃 应以殿下的喜好为先 这是我的住所 我自然要烧我喜爱的香 殿下 她不喜欢 那回她的书斋去好了 阿金 你自己试试 我过去一下 你怎么也来了 我 这是好我 再过一阵子 就是皇后娘娘的千秋 虽然娘娘免了祝寿 我们也想尽情新颖 原来是来献殷勤的 难道是要见这牡丹图吗 我吗 太子嫔 太医吩咐了 您的手还微痊愈 不宜用力过久 一会儿就好 别忘了你们在太子妃面前怎么说的 一眨眼功夫全都变刮了 如此屈焰腐蚀 我都替你们扫得慌 什么琴呀棋呀 诗呀画的 赶上殿下心情好的时候 还能拿出来逗个乐子 大多数时候只在自己宫里闷着 再好的话再动听的曲子 姐姐 没有知音人欣赏 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我嘛 哪热闹就往哪儿去 在洗脑阁里坐着 听他们说说话 弹弹琴 多有趣啊 没准还能沾沾运气 有机会得见殿下呢 瞧你那点出息 对了 太子凭精通香料 你可向他请教 全都是叛徒 殿下喜欢花鸟山水 谁的屋里面不是挂上两副 他有吗 我为了让殿下高兴 还吃了头糊呢 殿下不喜嘈杂 不喜过浓之香 他说 女子总低头做女工 一态不佳 尤其厌恶女人们聚会吵闹 总胜无端是非 殿下不喜欢什么 他全干了 就为了自己高兴 等人瞧吧 有他后悔的时候 吴才认 吴才认 刚才不理会 我现在想叫我回去 不必了 吴才认不是喜欢甘菊香吗 不就是甘菊香吗 我屋里难道没有吗 何老太子凭费气 是何才认瞧你喜欢 从太子凭送的甘菊香里 云了出来 主妇奴婢送过来的 你 奴婢告退 主子 你往哪儿去啊 他们要在皇后千秋送五丹图 哪能让他们趁心如意 去见太子妃 殿下 那是曹才人 他应该是没看到殿下 如果看到的话 早就爸爸来请安了 走吧 洛阳红针好看 不 还是太子凭画得好 富丽雅致 仙豪必现 堪称妙品也 这叶子颜色太艳 这叶子颜色太艳 整幅画反倒显得过于甜俗了 整幅画反倒显得过于甜俗了 都怪你多嘴 非要坚持用这个颜色 反倒毁了一幅好画 反倒毁了一幅好画 今儿这是怎么了 殿下明明就站在这儿 他们却装看不到 看看 吴才人 别 吴才人 我叫你别 您瞧见了吗 自打太子凭入了东宫 他们整日都去他店里 他们整日都去他店里 似乎谈唱女工作画 吵吵闹闹闹的 哪还有半点规矩 您瞧 正暗暗叫着这儿 你不愿意围着他转吗 我 我就是想瞧瞧他们能做出什么 不守规矩的事儿吗 殿下 你管管他们才是 殿下 竹子 殿下似乎恼了 这可怎么办啊 恼了才好 殿下业务什么他非顶着来 带殿下回去 好好地伸持他一顿 终于完成了 也不枉我辛苦起稿 反复推敲修改 累得眼睛都花了呢 你可得了吧 就你教出的底稿 细细一炫 可用的也没两张 吴姐姐 你来了 怪盗人说 万师造化 终得心圆 同身一员严厉牡丹 出于不同画师笔下 真个是天差地别啊 这某人说凤传话的功夫 也真是见风掌呢 好了好了 我错了 别闹了 你们瞧 这白牡丹里 融了三颗珍珠 颜色引有光泽 明亮又突出 这总算有我的一份红了 你别 这可是我要献给 皇后娘娘的受礼 你怎能 走 随我去见太子妃 让她拼拼礼 放手 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 明明是你自己只顾着说话 这才酿成祸事 便是有责任 也是你娃人都脱表关系 怎么现在只怪对我一人 太子妃 您瞧 您瞧 这是你要的琵琶曲 昨夜我已经整理好了曲谱 现在哪儿还顾得上这些 牡丹图被毁 明日皇后千秋 寿礼该怎么办 太子妃 今日之事是我太鲁莽了 你狂虹大量 定不会给我计较的 是不是 我那屋子里的气针骨丸 但凡有你喜欢的 便都拿来陪你 你 好